海淘法师 红发型 跟着你笑 幸福 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 分享 亮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 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 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把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我见到你笑 悲暗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 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 分享 亮光的灿烂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大家阿弥陀佛 累了吗 你要说有 有才有功德 拜佛要拜到很累 念佛要念到很累 所以像我自己也一样 没事我要找很多事情让自己很累 因为修行很重要 念下来 调伏至心 所以你必须透过外在的一些行为 借势磨心 要如此 因为特别大乘佛教 要我们训练一个不退转 不舍弃众生 乃至心不离空性 因为这个世间真的很好玩 很快乐 很迷人 但是你的内心不能放松它 就被它抓走了 帅哥帅不帅啊 美女美不美啊 很美哦 很帅 心要控制它 你不能说跟着感觉走 所以你要跟它征服它 当然要达到自由自在 就有这个征服的过程 那当然你要给自己累一点点 所以这样以后 那你就可以突破自己 就像我经常比喻的 飞机要飞上来 那个过程很累的 你要一直冲一直冲 那终于好像没有重量了 所以修行者要不断的调伏自己 当然你给一个小朋友年轻人一部手机 他就很累了 他可以累到天亮 他会很快乐 那问题是伤害他 所以世间的欲望 会让你生老病死轮回 这个才是真正的痛苦 但是你要征服这个苦海 那你就这个过程 比喻好了 你想要出家 但是你的太太先生很爱你 那你也很爱你的小孩子 但是你又知道 出家才能够解脱身 真正爱他们 那个时候累不累 累 内心非常的挣扎 非常的挣扎 明明这么温暖快乐的家 那你却要离开 所以我想像各位今天 手把关再接 从早到晚真的会有一点累 但是呢 你还要再努力 我们以前怎么累你知道吗 不能睡觉了到天亮 所以刚刚带各位念佛 40分钟 有些人就会觉得有一点累 但是我们就是要故意如此 24个钟头不睡觉 保持在警觉性念佛 不退转 所以甚至一天两天 想尽办法 所以我想一个人要爬到一百楼 那当然很累 很累 但是你不这样的去征服自己 那何况佛陀说呢 三大阿僧七节 你要有这么远的时间 去奉献生命 去用尽脑汁 然后呢 地球上有七十亿个人 你每个人都要爱上他 帮助他累不累 你这辈子光嫁一个人 爱一个人就很够累了 但是你要达到 佛教所讲的空性 无声乏忍 在这么痛苦轮回 这么累的过程里面 才可以去训练一个平静的心 在一个不平静的环境里面 一个平静的心 在一个这么爱的环境里面 你却能够保持清静 所以对方明明一直伤害你 结果你还一直在爱他 那你想到这个 那你要训练一个佛教的空心 那你不如此就不行 所以各位 小镇 这解脱道比较容易 断除外面的一切 好好的静坐 消除贪嗔痴 得到解脱 当然 那这样就没办法真实利益众生 如果你要真实利益众生 那你要磨念的是一直到成就佛的圆满 那你要成就佛的圆满 简单的说 你要做现场每一个人的妈妈 做好几百次 一直生他 养他 带他 再生他 养他 太大 然后世界有这么多众生 不然 你没办法达到佛的圆满的智慧 也就是说 你下过地狱 你做过恶鬼 你卖过毒 你去喝酒过 你做过皇帝 你要做过盗贼 所有众生的生命的经验 你都要有 但你却能够了解 他只是如幻如化的 就像说 现在你要修行 然后你的师父说 去 去爱一个女人 跟她好好谈恋爱 爱到最顶的时候 回来找我 然后你就忘记她吧 因为她只是 做梦一场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 那你将来怎么去度 正在谈恋爱 或是 因为恋爱而想自杀痛苦的人 因为你说 我有经验 从一楼 从地下室爬到一百楼 然后再下来 我有经验 每一层我都有经验 所以我们赞叹每一个菩萨 我们赞叹每一个佛 他有这个圆满的生命的经验 却认为他只是做梦一场 一个感觉 这个感觉是假的 但虽然说假的 你却充满了历练 从扫厕所到董事长 你都做得很圆满 你不能哪一个东西做不圆满 所以我想 就像各位在道场里面看这么多义工 很多我们这些义工菩萨 包括法师 也不是过去都在做这个的 讲课的 敲法器的 排排位的 没有人过去有这个经验的 但是 为了 为了法会庄严 他必须做各种各种的训练 那我想各位应该有这个精神 来接受整个社会的训练 来接受所有你陌生的 不敢面对的种种的变化痛苦 就像你到医院去 看到一百个老人躺在那边 每一个老人有每一个老人的痛苦 身心的痛苦 但是你要用你的心 融入于他的痛苦 自他交换 先把所有老人的痛苦 用在我的身心来 让我在那边磨念 所以在磨念这个痛苦 而且却能够放下这个痛苦 而更进一步去承担 所有众生的痛苦 所以 佛伟不伟大 赞叹 称赞如来 所以 就像这个世间 有一千个企业 你不能说这个我不在行 一般世间人 我只要做这个行业赚钱 我其他都不管了 我的动机是赚钱 我只要赚到钱 但是如果你是行所谓菩萨道 是每一个行业从零到最巅峰 大企业你都要把它圆满 圆满以后放下交给别人 这个叫放下 每一间你都要做过 所以各位如果你听我这样说你就知道了 就像各位坐在我面前 我必须把我的心变成一万个心 去了解每个人在想什么 而且 所有的快乐痛苦都是我的责任 我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承担 来讲佛法 因为佛法是一种急诊室的医生一样 因为每个人都在非常的痛苦的状态 然后你要把对方这个痛苦状态 当作自己妈妈一样的 一下那个痛 一下那个流血 但是你要把它遇到最好 所以学佛是如此 那各位如果了解如此了 你就不会以世间的成就为成就 那算什么 给我一百间房子 给我十亿美金 给我整个新加坡 一百个新加坡 这没什么 最伟大的菩提心 最伟大的波罗蜜 这才是我们应该 要去追求跟成就的 所以在这一点 这个叫发光大心 特别因为各位有很多都是女众 我们大家来听佛法 女众的特点就是感情丰富 这非常好 但是各位要把感情丰富 去爱每一个境界 去爱每一个友情 你骂我我爱你 你恨我我骂我也爱你 好吃我也爱 不好吃我也爱 你都要用丰富的感情 就像你的狗啊 三天没看到你 看到你回家 那个尾巴摇了快掉了一样 去欢迎 去接受一切 所以佛教里面讲 慈悲喜舍 这个喜的意思 是欢喜 接受一切 随喜一切 这个舍呢 是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你给我最好吃的 哇 我也接受 你给我泼硫酸喝下去 我也接受 因为我必须透过喝硫酸的痛苦 来达到我的心平静 你没有这个修行 那你就没有办法达到什么叫平静 没有分别 而且这个时候还充满了动力 我要你快乐到底 我要你完全没有痛苦 要大慈大悲 大喜大舍 这就是佛教的修行方法 所以千万不能把大乘佛教当作一种消灾 解恶 长寿 超度 大乘佛教的超度 各位来参加法会 不是说为了超度你的妈妈 所以你来参加法会 是因为你知道要超度你妈妈 所以你要愿所有众生妈妈 都因为你的精进而在超度 所以有时候当然很多人问我 师父你看我的妈妈超度了没有 如果站在大乘佛教是不用问的 因为你妈妈让你感受到要报恩 要超度她 所以你就发起了对待一切众生 如母亲的要超度她往生进度 这个心 请问这个心你自己的妈妈会不会超度 不要问 那叫信心 所以当然有时候回答这些问题 那只是一种方便 因为这个人还不太相信因果 也不太相信轮回 他做了一点善事 这个没有一点回报 他不高兴 我替我妈妈做了这么多金钱功德的布施 他有没有去升天 他有没有去净土 你不得不跟他讲 不跟他讲他就不干了 不做了 只是给他一个一点鼓励 希望他用同样的心 不断不断的不断的去对待 尽无量无边 最最维系的一个小生命 都要像自己妈妈一样 这个就是佛教的修行 简单的说就像鱼公鱼山 现在整个地球世界都是这些石头沙 你把它磨到完全不见 不然你挣不到空性 摩赫萨 波尔波罗蜜 你一个都不能少 要全部把它磨到完全没有 一个大石头要磨到完全没有 花多少时间 所以铁除磨成绣花针 那个就是修行 磨的是什么 就我们这一颗心 我们这一颗心 无死竭来的这种贪啊 撑啊 吃啊 我爱我不爱啊 我好漂亮啊 我好帅啊 我好丑啊 他那这个习惯性 已经都卡在你这里面了 老实说各位做个比喻最容易 你开一部最贵的车 你那整个人就这样轻飘飘的这样 我这一部车 那个感觉你抓不到 但是那个脸就长得不一样 所以我每次他们开车载我出来 我就很惭愧躲在里面 我这个和尚坐这个车这样 开车的还是美女 很丢脸 因为我知道别人会有那个感觉 咦 这个和尚像黑道的人一样 这黑头的车 还有人开门 还有人拿雨伞 干脆拿两支步枪 但是因为人就是 很多人就很喜欢满足这种感觉 感觉别人都在 嗯嗯嗯这样 这种东西 我老实说我碰过几个过去做皇后的人 后来来出家 真的是难调难浮啊 他那种他所做的这么努力啊 败到快吐血了 他都希望别人能够觉得他做得不错 这样 他有一个名啊 有一个执着 希望别人肯定他的成就 那这一点各位要很小心 你要了解你自己 事实上各位你有家人 爸爸妈妈 先生太太儿女 你稍微可以观出来这些人 有这种个性 习性 那这个各位 什么叫智慧 了解自己的缺点 什么叫分别 知道别人的缺点 让你起到半死了 你就耿耿于怀 偏偏你就是不了解自己 那你要帮助对方改变 唯一的方法 因为对方会了解 你有这个不好的习情 我记得这人很坏光伟 很好学习 很固执 因为别人已经很了解你了 但是 你却能够改变 却能够有一点点改变 对方会被你感动 他也要努力 所以我认为 没有认识你的人 你就不好修行 因为大家都认识你了 你有钱 不错 你书读很高 你高很高贵 但是你却在 却有如乞丐一样的 乃至有如 一个小螺螺一样的 谦虚在对待对方 对方的赞叹 所以释迦牟尼佛 叫我们安忍 你必须透过众生 对你的伤害 而修众生忍 你必须透过 事情变化的痛苦 修罚忍 你必须透过 对所有众生的爱 修众生词 什么叫众生词 你不能光念啊 你可能要花 一大劫的时间 去爱骗所有友情 大致最大的大象 天神 小致最小的蚂蚁 无间地狱 你要每个都去抱他一下 下回我们办个华会 你一进来啊 你就开始从 第一个抱到最后一个 好拜拜来啊 太累了 那么讨厌 又没洗澡 像我脸跟他碰一下 哇他青春痘那么多 砸在我这边 但是你不这样去接触众生 那你怎么修词呢 这叫众生词 要给每一个众生都快乐 这个叫大词无量的禅定 我们大臣的禅定不是光打坐 算呼吸啊 那只是一个方便让你先安定 要修的是 就是刚刚讲的爱骗所有一切 爱你的恨你的 伤害你的不认识你的讨厌的 你都要想办法去抱他 你抱人还可以 现在那边有一只狮子啊 好好去抱他 抱我不给他咬死 你会怕咬死 就是你没有空性 还有个我再被咬死 所以你要大慈无畏 狮子来吧 抱一下 让他变小狗 因为你的大慈心 就把这只狮子变成小狗了 但是如果你有个我指 不行哦 他这个嘴巴一样 我头就不见了 这个咬可痛了 那你就没办法修大慈无量 所以就像释迦牟尼佛要 成佛之前 魔王颇行百千万 要来伤害 佛陀只有眼睛看一下 那我要更生起 更大的慈心悲心对他 他一点都无畏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为什么 有一个我在被你伤害 叫畏惧 我想各位 如果你知道你在做梦 你都不会怕 那叫什么 梦 没有一个我在真的被你杀 但是我们小时候做梦 梦到口袋有很多钱很好吃的 早上起来心情还是很好的 因为会觉得 哇那个很甜 但是所以各位你要 知道说原来这个世间 最难调伏的就是我们这颗心 我们想要得到一个依赖 得到一个安全感 得到一个不被伤害 没有压力 那如果你要修菩萨道 那你要跑到地狱去修 随时要被砍杀 你要跑到一个 就像你是犹太人一样 只要你的身份出来 你就可能被抓到集中营 然后就被杀死 你要保持在那个状态 而还不会畏惧 而还要保持我要去帮助 对吗 所以修大乘佛教 福建华说 不是腿软了啦 你要有这个决心 那为什么要讲这么严重呢 因为最麻烦的不是别人 最麻烦就是你有一颗 怕受伤害的心 保护自我 这个叫做自我疼惜的心态 希望自己被爱被尊重 不要被伤害 希望自己被注意 这颗心在伤害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 让自己修成自己像一个小baby一样 每个人看到你都会抱你一下 不怕你 因为你不会怎么样 但是你往往 你如果没有很认真修行 事实上你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在表现你 百千万劫来的傲气 贪欲 称慧 这个叫老狐狸 因为这个叫曾经了 所以当然我们就要很认真的 按照经典戒律来调伏自己 就像各位今天一天手包包才戒 那个不行 那个不行 不能伤害众生 不能起心动念 还要保持六念法 进一步还要去慈悲等等 所以修行有一点像我们在做火供 烟供 你就是那一块饼干要烧 烧很痛 因为你不烧就没有香跑出来 就是如此 修行我们像汽油一样 要烧你 你才会很痛很痛 激发那个力量 然后你才会动 所以有一个讲话叫 大悲心如汽油 你要一直烧一直烧 然后你才会推动这么大的火车 这么大的飞机 你才能够帮助对方 所以这个烧 这个燃烧就是空性 你不能有觉得我这个汽油 再被烧才可以 但是却要花费汽油的力量 去推动这么重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也一定要 故意去面对困难 这是我师父告诉我 当你去做一件事情 做两年 我师父很了解我 他知道我做不到一年 我就成功了 我可以从一个小小的秘书 变成理事长的位置 我师父都很了解我 因为我很努力 我就会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你做到快会长了 我师父就又放掉 又去做乞丐 又开始把它做起来 然后再叫你放掉 他说这个就是修行 如果你把一个寺庙做得很庄严 当你做到顶的时候 你就完全交给别人 那我师父说 这个叫做住持 做三年就换了 做三天就换了 而且换了人 要比你优秀 你一方面做得好 你还要替后面的人 找到更好的 那我想这个就是 你为了要成佛 因为你不成佛 怎么有办法 圆满的智慧悲心 神通力量 去所谓的射受众生 拥抱众生 就像一个男人说 我要去做两期的 魔鬼战士 那就开始磨吧 所以就像各位看影片 站在那边打来打去 飘飘飘飘 没事 会不会痛 不会 再打 不然你的心脆弱 所以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没有去做两期的 但是我的几个朋友 有一天晚上 跟他们说 我们今天晚上要出群 我说干嘛 我们要出群去摸死人 乌气骂黑 然后呢 你要不能怕 等等 但是你有可能被头被砍掉 因为对方也要来把你摸走 所以 因为他故意要磨念 所以你怕鬼 他要你 你去面对 你怕黑暗 他要你去面对黑暗 你怕孤独 他要你去面对孤独 为什么 再念一次 降伏自我 完全无我 根本没有一个我在快乐 当你快乐到这点风 他要你放下 当你痛苦到最顶点的时候 他要你放下 那我想 各位要做这样子的磨念 达到所谓的空性 那你要感谢一切的不好的境界 所以当然有很多人说 师父你可以的 你们出家人可以磨了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把这样子的大乘活法 应该要去引导各位 一起来承担这个 不然这个世界 真的很苦 光讲人就好了 其实一人有几个是 愿意发菩提心 做菩萨来承担众生 但是你永远不能放弃 因为佛陀说的 众生都有佛性 都可以的 他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他担心那个我 自我爱惜 这个我值 他就说我不可以 所以 你要跟你女儿说 女儿啊 下回你当你谈恋爱 爱到最顶点的时候 那你就跟她说再见吧 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训练出家 变成时 我们厝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